生育基跟其他運動相比比較比較不像人們 因此南道官體育貴為了要來提供這項運動 特別跟董地高中合作來基盤生育基的請主體驗領 就著專業的基翁來到基本的友誼規則 保健康的小朋友都可以來沉地了解這項運動 提升他們的興趣 只要這兩隻不一樣 一部一部的星期並來進行論關 這就是這次南道官生育基委員會 跟董地高中所辦理的生育基請主體驗活動 就著專業的基翁來到大家基本的規則 讓這項比較比較冷門的活動 可以來提供給更多人知道 相較於象棋跟圍棋來說 信仰棋被全世界更多人在下這個棋 我剛剛有教會了這邊的小朋友 有一些基本的規則 然後就是如何排棋盤 然後這些棋子的走法等等的 然後也讓他們知道說 國外的比賽是長什麼樣子 我之前也有玩過西洋棋 然後剛剛那一位就是棋王 我覺得他很厲害 然後他看起來很會玩西洋棋 而且他教的也不錯 然後就讓我覺得西洋棋就更好玩 我以前從來都沒有玩過西洋棋 我來上完這堂課 讓我學到很多西洋棋的資訊 然後對 我以後我也想要再玩西洋棋 跟我們的同德高中 一起在我們南投國小 舉辦西洋棋的推廣活動 對於學習西洋棋的小朋友來講 可以開發腦力 學習穩定性 還可以在如何學習面對挑戰的時候 通過挑戰克服困難 我們也歡迎所有的小朋友 大朋友都一起共同來學習西洋棋 西洋棋運動是腦力以及人際關係 還有理解力的一個運動 我們的中華台北的選手 也有我們南投線的選手 所以希望說這次 是第一次進入這個亞奧運的項目 我希望我們南投線的子弟 往後也能夠尋求 我們的摳手道 還有我們的壘球 都能夠進到亞奧運的項目 這是我們南投線的光榮 透過青豬的體驗 不讓學習的朋友 能夠確實到新的興趣 即是在過程當中 來增加到青豬幾天的感情 在這裡為定長播